国会今天三读通过了2022年所得税修正案 允许国内税务局在没有获得相关公司批准的情况下 向其他公共机构披露公司的信息 以便更有效地按照公共政策执行任务 或协助这些公司掌握新的商机 从2024过税年开始 最高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将从22%上调到24% 可纳税年收入超过50万元 但少于100万元的纳税人 税率将调高到23% 收入超过100万元 税率则调高到24% 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说 这项调整将影响1.2% 也就是收入最高的纳税人 估计每年将为政府带来额外1亿7千万元的税收 有几名议员也针对修正案提出询问 主要聚焦于数据保护方面 Can ministers share in what situations do government bodies envision 许方达也指出 有了数据分享 公司也能了解 他们能从哪些政策或政府的计划中获得什么好处 谢谢大家